大家好,我们是爱玉小精灵 今天要介绍的书是 减忧杂货店 这本书的作者 东野归舞 是日本知名的推理小说家 他早期的风格以校园推理为主 擅长缜密的剧情故居 后期的创作者逐渐突破传统推理的框架 深入探讨人心与社会议题 同时作品能兼具文学性、思想性和娱乐性 东野归舞著名的作品有 假面饭店前夜 放学后 实意揭杀人事件 另外 他曾以解忧杂货店后的第七届 中央公论文一首 解忧杂货店这本书 是叔叔一家看似普通 却为人解决烦恼的杂货店 只要在晚上 把写了烦恼的信 丢进铁卷门上的头地口 九天 就可以在店后面的牛奶箱里 拿到核心解答 故事最初有三个闯口门的小偷揭开序幕 他们在经历一点串奇妙的事件后 发现杂货店的时空竟然与三十年前同步 面对来自过去的咨询信件 小偷们决定回信给那些 路面前来杂货店寻求解答的人 作者并没有在一开始 是解释清楚杂货店的神秘现象 而是将推移融入剧情当中 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除了感动 更多了一分趣味 故事的最后 其中一位小偷寄出一封空白信 回信者将这封信比喻为地图 并写道 就因为是白纸 所以可以画任何地图 一切都穿过在你自己手中 你很自由充满了无限可能 也许我们都曾对未来感到迷惘 但与其在原地烦恼 我无尽全地去冒险 因为 人生是必须要靠底的双手去开拓的呀 当开始阅读这本书时 我以为解忧杂货店并没有什么特别 直到小偷三人收到第一封信 我才发现它不是一间普通的店 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 就像是我们的写者 人生不可能一发俯顺 难免会遇到困难 但我相信不会有自己无法跨越的关卡 因此 不管遇到最大的困难 都别忘了要相信自己